你先生跟你讲一句我爱你 打加持 一个女生还爱一个男生 织毛衣啊 那每一针都是加持 穿起来健康 所以我讲加持 那你也要用加持 用你的爱心 用你的慈悲心 所以我每次想到我妈妈 我也多伟大多快乐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小孩 爱妈妈超过爱爸爸 结婚的时候都跟那些太太说 如果你让我妈妈不高兴 把这个给你念一遍 讲好 但是如果你对我妈妈很好 你要做什么我都陪你了 交换条件 所以当然我讲到这地方 做妈妈的人真的要学这个 妈妈是儿女的模范 妈妈是家庭的核心 一个妈妈羞忍辱经常微笑 这小孩子就是如此 一个妈妈天天抱怨 天天抱怨 天天小孩子就是抱怨 所以我 以前我小时候啊 我隔壁的老人家说 你要娶老婆 先到她家去看看 这个女生如何对待她爸妈呢 跑过来就如何对待你爸妈呢 这是真的哦 所以我那时候还没结婚 就跑到我那个未婚妻家里去住 住一个月 嗯 还不错 她对她妈还不错 所以这个很重要 因为她在你面前表演 谁都会表演 各位写情书 谁都很会写的啦 但是面到事情的时候 那才是真正的状况 所以快乐与佛 是决定在你的心 你要快乐还是要痛苦 佛说那是你自己决定的 不是外面的条件可以改变你的 如果你要让你的内心里面 这样子的少称恨 充满了同情 那你永远在快乐里面 保持这样子的慈悲心 最重要啦 好 来讲几个佛教的故事 佛经说 讲到这个 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 旁边都有两个神 一个叫同名神 名字的名 男生 白色的 记得你这辈子所做的一切善事 一个叫呢 同生神 跟你一起生出来的 他的外表是女生 黑色的 记得你这辈子任何时间 所做的坏事 然后呢 一个月六天 就是六灾日 那么就把这个善恶啊 报告天神啊 白的就升天 恶的就到哪里 下地狱啊 元罗王那个布子里面啊 所以这个连佛经里面 药师经就有写的叫什么 巨生神 就你生出来的时候 他就跟着你一起来的 这个巨生神 所以各位首先要有这个了解 哦 原来我做的事情 包括三经班 一个人 那么这些巨生神都还在作业来 这样来保持善恶的心态 所以第一个 佛告诉我们 人的命运是掌控在自己 自己的思想所引导的行为 创造了自己 所以你要得到什么 那你就要去做什么 用你的心态去改变 做什么 所以你这个人 经常生病 那很简单 制造反作容易 帮助病人啊 送药给别人啊 乃至放生啊 让他不要被杀 很简单的道理 你这个人很怕冷 那怎么办 送人家外套啊 棉被啊 像我妈妈晚上睡不着觉 睡不着觉送什么 送枕头给人家 我到台湾找到一个监狱 他们要换枕头 哇 太好了 一千个枕头 我妈说你福报来了 一千个枕头啊 难得找啊 钱都你出 我妈说真的吗 这个比吃安眠药好用啊 一千个枕头都他送的 我后来问他好不好睡 好像比较好睡 行为反作用力 所以各位很了解 小朋友你希望跑步快一点 送一下什么 跑步鞋 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这个佛教里面讲的 你对待世界怎么样 世界就怎么对待你 你对待众生怎么样 那众生就怎么对待你 所以叫善有三报 恶有恶报 首先我们在信了佛教以后 因为今天有很多菩萨要归一三宝 归一三宝呢 就是我们认为 佛陀才是我们的究竟导师 其他无究竟导师了 佛陀是最圆满的 大智慧 大慈悲 大雄 大利 大神通 他是我们究竟的导师 那佛陀所讲的法 是我们的真实道路 我们离苦得乐的 利益众生的一条真正的康庄大道 法就是路啊 法也是一种药 一种生命的鬼真 你只要按照这个法去走 就可以离苦得乐改造命运 那出家人呢 出家人是我们走路正觉之道的 唯一的伴侣 无其他的伴侣 各位为什么要这样讲啊 先生可以给我做伴啊 儿女可以做伴啊 这个还不见得是解脱了 唯有出家人才是我们 这一条真实道路的 无恶的究竟的同伴 陪着我们离苦得乐 所以佛陀是这样的 然后啊 愿大家都能够归一三宝 什么叫归一三宝呢 就是好像在黑暗的大海里面 浮浮沉沉 我们在六道里面不断的浮浮沉沉 我们要赶快上船 抓到一艘船 不要离开这一艘船 就可以离苦得乐 可以上岸了 所以这样来归一三宝 那归一三宝有什么功德呢 在佛经里面有一个故事啊 各位要注意哦 每个月的初一十五那一天 最好吃素 不要做坏事 为什么佛经说 一个月有六天啊 这六灾日初八 十四十五二十三跟月底 那当然包括我们现在有假初一 那天上的神啊 就会下来调查人间的善恶 如果发生事情 大部分都在那六天 因为恶鬼罗刹会出来 会出来找人麻烦 那么找的一定是 按照你身上的恶业 这个人黑气啊 造恶业 所以那个时候啊 有个罗刹鬼 他盯上了一个小偷 这个小偷专门做坏事 然后准备明天啊 就制造意外 那么准备吃了他的肉 那个时候有一个神通的老和尚 知道这个事情啊 这个神通的老和尚啊 哎呀为了救这个小偷啊 那么有一天 人家给他一块纯黄金的 很漂亮的 上面香的黄金的布 老和尚就故意拿出来 让这个小偷看到 哇小偷都起的贪心啊 就尾随的老和尚 哎晚上啊去偷啊 结果老和尚啊 慢慢回家 他一个人住在山顶上的小木屋 那小偷想说 这不用偷了 老和尚一个人 我敲敲门 他不开的话 我就打他 所以到了晚上啊 小偷就在敲门 咕咕咕咕 老和尚啊老和尚啊 有事找你耶 你那块黄金布赶快 送给我 反正你出家人也用不到 不然我撞破你的门哦 那老和尚说 好 人家双手送给我 那你也两只手进来拿 我就给你 那小偷那简单 老和尚把窗户打开 他两只手伸进来 老和尚就把他绑起来 绑得紧紧的 小偷玩啊 上当了 老和尚说 你现在跟我念啊 你跟我念啊 不念我就打得更厉害啊 跟我念 老和尚来 归佛 小偷跟他归佛 老和尚就打下去 哇 好痛啊 好 老和尚来 再念啊 归法 小偷念归法呢 啪又打 哇 他在外面呱呱叫啊 最后老和尚 那个小偷想说 你要念多久啊 可怜哦 老和尚来念 归身 啪又打 小偷呱呱叫 小偷想玩啊玩啊 打到天亮啊 你们佛教的经有多长啊 好 结果老和尚念完三归 没事了 就把它解开 来 要布给你 走吧 这个小偷啊 一拿到布以后 手又痛啊 边下山边想 哦哟呱 释迦牟尼佛 真慈悲 他讲归一 讲三个归一 他讲十归 二十归 我早打被打死了 哦 这个三归 真慈悲 就边念 归佛 归法 归一身 就一直念 一直念 为什么要他念呢 因为鬼 就随时准备抓他 老和尚就创造这个姻缘 让他一念三宝 这个很重要 念着归佛 归法 归身 这个恶魔鬼 就一直靠近不了他 抓不了他 时间过了 就回去了 终于这个小偷 过了这一关 他不是真心归三宝 只是嘴巴念而已 后来 这个小偷 绕了一圈 经常念这个归佛 归法 起了扇根 后来想一想 我干嘛做小偷啊 老和尚都快乐 不用钱 一个人住就可以快乐 我干嘛做小偷啊 就这样跑去找老和尚 又把布还给老和尚 老和尚说 这布是你的 我送给你了 你要还给我 我们就把他拿去 帮助贫穷人 这个小偷 更佩服老和尚 后来就跟老和尚出家了 所以各位 佛要我们多念什么 多念佛 多念真理 你这样以后 摆模不清 很重要 在法剧经里面有个故事 有一个专门做金子的老板 他是很不懂的布施 我们叫奸贪 后来他儿子生病了 他还很吝啬 不愿意找好医生 看他儿子的病 他就把他生病的儿子 就放在外面 让他吹风 凉一点 然后不敢跟外面的人说 那佛陀知道 这个马他青年 因缘成熟了 佛陀知道他快死了 释迦牟尼佛就走到他面前 走到他面前 给他放光 这个僵死的马他 看到佛陀 哇 好庄严啊 就这样想佛陀 好庄严啊 这样断气了 然后断气了以后啊 佛陀回到僧团 阿难就说佛啊 今天你特别去 那个生病那边啊 那那个人死了 现在脱胎到那里 佛陀说 他现在升天啊 阿难就说佛啊 这个马他也没有归一 也没有什么受戒 也没有什么布施他 凭什么升天啊 佛陀说 因为他在死之前啊 对我起了这种恭敬心 就这样升天啊 那么马他不但升天 还怎么样呢 他到了天界以后啊 同情他的爸爸 他爸爸为他死而哭啊 有一天他爸爸 在魂牧那边哭的时候啊 马他就从天上下来 放光啊 他爸爸说 你是哪一位天神啊 马他说 爸爸你不认得我了 我是你儿子啊 我现在升天做天神 享受无量的富贵快乐啊 爸爸 你在这个世间 虽然你拥有金子 但是你很痛苦 你要懂得布施啊 你才能够 生生世世快乐啊 我今天能够升天 因为我见到了佛陀啊 死之前见到了佛陀 就升天了啊 我带你去见佛陀好不好 这位天神就带着他的父亲 见了佛陀 见了佛陀 他开悟了 不但归一三宝 他父亲都出家 后来还震达阿罗汉 所以各位呢 我第一个讲的叫 意念佛或意念三宝的功德 各位从今天要做这样子的修行 就是什么 没事眼睛闭起来 就看到释迦摩尼佛放光 对你微笑走过来 或是看到后面这尊阿弥陀佛 脸上这么样的慈悲 手上拿着莲花 希望啊 你走到一个清静的心里面来 莲花的心 什么叫莲花的心 来跟我背下来 一切都不执着 却充满了爱 各位背起来哦 莲花心 一切都不执着 却充满了爱 那你就在极乐世界了 所以来跟我背一句话来 心在极乐 心在极乐 爱撒众生 我们今天就在现在 往生极乐世界好不好啊 你不要摇头 我不要死 我不要死 你以为往生极乐是死啊 不是的啦 你不要把这个肉体看得太重 往生极乐是心 我的心啊 到极乐世界 我不执着事件了 我跟阿弥陀佛同行同愿 已经往生极乐了 解脱不用等未来 知道吗 宗教不是死亡以后的事情 是你当下的决定 我的心 要到极乐世界 但是我的爱 心在极乐 但是我的慈悲爱 就在我的左右 爱先生 爱太太 爱敌人 爱猫 爱狗 请各位多爱我们 那个可爱的蟑螂哦 蚂蚁哦 有个居士问我说 师父啊 我叫做红蚂蚁 怎么办 好耶 慈悲哦 财神爷到你家来 那我想要把他赶走 怎么办 那你对他更慈悲 他就走了 这是佛教讲的方法 不恶法门 永远的爱跟关怀 才是真正的和平之道 这是佛陀的真实语 就像广化老法师啊 那时候在我们台湾 台湾的雾峰护国寺 那个时候他们都自己种菜 自己种菜 各位听过这个故事啊 现在我师父住在那边 然后很多菜虫啊 怎么种都是生菜虫 没有用 广化老法师说 你们念大悲咒就好了 小和尚一直念一直念 没用啊 师父没用啊 后来又请当家师念 每天念大悲咒 还是没用啊 后来广化老法师 自己出来念 念一次大悲咒 回去以后隔天他们看 师父啊 都没有菜虫了 为什么你念有用 我们念没有用 各位 有用没用 不是大悲咒的 有问题啊 是什么 慈悲心啊 你们一心想要把菜虫赶走 当然没用啊 老后上说 我是对了那个菜虫 起了大悲心啊 啊 你们在做这个畜生道 赶快听我的佛法啊 观音菩萨加持你们啊 最好都不要走啊 住在佛寺多好啊 用这个慈悲心念大悲咒 他们就超度了啦 各位 这是最重要的法门啊 你不要说 哎呦 我家有鬼师父 来帮我念咒 把他赶走 哇 不是 是把他超度 不是把他赶走 用爱 这是最好的方法 所以 就像 如果地方上有什么灾难 各位最好在那几天啊 大家都吃素 不要生气 保持慈悲心 啊 那个灾难就会过去 所以跟我们跟主席啊 我们啊 筹委会张主席说 我们民都路有一点丢脸哦 居然没有素食店 哎 带我们去吃饭 都是海鲜店 啊 所以我的建议啊 各位有钱的人 功德来了 找十个二十个 大家出一点钱 开一间 慈悲素食店 不准备赚钱了 啊 大家来吃都有功德 哎 然后如果赚了钱 就开第二家 啊 那个慈悲素食店 哦 各种佛教文物都来 那个就有加持了 啊 如果当然我开素食店 是为了赚钱 那个吃了会脏肚子 没有加持 啊 我自己很了解 同样两杯水哦 同一个水倒出来的两杯水 一个居士是以正确的 发心说 来 师父 供养你喝一杯水 另外一个居士是以一个爱染心 或是别的 别有心机 供养我一杯水 一杯喝下去 马上拉肚子 为什么 动机有问题 同样的一罐水倒出来的东西 都不一样了 啊 所以各位呢 这个世界 只有 永远只有一个动机 不恶法门 就是慈悲心 不管你做什么 你要打你的小孩子 你因为爱他 你才会打他 这样不是恶业 但是你骂你先生 是因为恨 那造恶业 你不是以慈悲心 所以做什么 是以这个心 那你什么时候 最容易引起慈悲心呢 就是看到佛的时候 所以各位要随时 来 现在做个实验 眼睛闭起来 然后看到这尊阿弥陀佛 来 闭起来 然后 他本来是一个图画 那你要看着他像真的一样 然后看到他的眼睛 他的眼睛 干目 澄清 似的 好蓝 好漂亮 他的脸像月亮一样 你要这样观想 然后 他好像在跟你讲话 你要随时这样观想 好来 我们想一想 好 各位试试看 好不好 一开始抓不住 两个眼睛看成一个 眼睛不见了 因为我们心很散乱 所以 你阿弥陀佛 或你阿弥陀经 心平静下来 平静下来以后 就慢慢的 你就慢慢看得很清楚 事实上 等你来一天看得很清楚 你看到谁 你知道吗 看到自己而已 自己本来的面目而已 这是我的皈依法师 法证老法师 给我讲的最好的真理 每天看佛 每天一直看到变真的 你将来成佛就是那个样子 那就是你最圆满的那一面 当你努力在看的时候 你的心就会随着这样一直调整 为什么 因为佛 他所创造的向好庄严 都有无量的功德 你光看到佛陀的这个白豪像 各位要注意 以后在家里拜佛 如果你愿意就把灯关掉 就留佛堂的灯 那佛堂那个灯 最好就照在佛陀的眉毛 叫白豪婉转 然后拜的时候 你就观想那个白色的光 照到你的整个身心 这样拜下去 小无量千百亿节恶业 这里面有一个真实的故事 就是释迦摩尼佛的爸爸 金范王 他生病要死之前 他就跟他的儿子 佛陀说 哎呀 儿子 虽然你出家了 但是父亲想到过去造的恶业 不知道会不会堕落地狱 父亲现在生病了 结果 释迦摩尼佛就跟他爸爸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爸爸 你不要烦恼 你如果有真实的忏悔心 那么再大的恶业都可以消除 佛陀的讲故事 说父亲啊 父王啊 过去有四个破戒比丘 一定要堕落无间地狱的 而且被赶出了身团 这四个破戒比丘被赶出以后 他们自己心情不好 走啊走啊 走到山洞里面 因为被赶出团体了 不能住寺庙了 当他们心情很不好 在那边哭的时候 突然天上放光 跟着四位破戒比丘 但是他们有惭愧心说啊 你们再继续往前面走 前面有一尊佛 这个古佛呢 那你们只要叫空王佛 留下来的旧佛像 如果你们四位愿意真实的 在空王如来面前 看到他的这个 白豪像忏悔 再大的恶业都可以消除 结果四个人一听精神来了 就往那个山洞走 真的看到一尊佛像 旧旧的 但是这个白豪像还留着 四个人就合掌 佛经说 如山倒塌一样的 啪 摆下去 在那边忏悔痛哭啊 那么 因为这样忏悔痛哭以后 恶业消除 这四个比丘后来都成佛 他们的名字是什么 来跟我念 那么东方阿处如来 那么南方宝身如来 那么西方阿弥陀佛 那么北方不空成就如来 各位请放着 你看 静方王一听 真的吗 他们皆已成佛啊 说 哎呀 父亲啊 你只要有真心的观想 无量业障都消除啊 所以各位 这四个比丘 忏悔以后 他们各自发愿 第一个发什么愿 我从今天以后 手持戒律 永远忍辱 这个就是阿处如来 所以因为这样 福报最大 如果有魔鬼啊 魔鬼最怕阿处如来的名号 所以叫不动如来 阿处如来也叫妙色身如来 所以各位 希望生生世世长得庄严好看吗 那你就要念 那么阿处如来 而且阿处如来还有个大愿哦 谁过去不小心堕胎 还是胎死腹中 你只要念阿处如来啊 这个被多胎的小孩皆得以超度 往生妙喜净土 也因为慈戒圆满而成佛 所以一切魔最怕慈戒的功德力 所以阿处如来是慈戒波罗蜜 跟忍入波罗蜜而成就了 那你的儿子很爱生气啊 那你要多带他念 拿魔阿处如来 阿处如来的加持力 把他的称慧种子给消除掉 第二个保身如来是发什么愿呢 发无执着的大布施和成佛的愿 叫布施波罗蜜圆满 所以各位这个保施如来很重要 你到别人家里做生意的地方 要帮他念保身如来 愿他们发财啊 保身如来代表啊 无执着大布施 所以发财 让众生具足一切福报 那阿弥陀佛发什么愿呢 禅定波罗蜜跟波罗蜜成就的佛 所以你心中乱的时候 要不要念阿弥陀佛 妄念一起就念阿弥陀佛 一执着就要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由禅定跟波罗蜜而成就了 所以那不空成就如来 是什么波罗蜜啊 精进波罗蜜 懒惰的人要多念阿弥陀佛 所以一懒惰啊 不想做事啊念 不空成就如来 精进力就起来 所以这世尊佛就是六度波罗蜜圆满了 这世尊佛还有什么特别呢 三恶道众生 所以我们每次在超度来念五方佛 中间包括中央毕如真阿弥陀佛 代表一切圆满的意思 这五方佛也代表五种大智慧成就 超度众生啊 如何如何三恶道 就要念着五方佛的名号 乃至念着五方佛的咒语 所以各位只要看到牌位啦 或是各位经过人家 十字架很多 那些墓碑啊 墓碑啊 中国人也好 不管你就合掌 慢慢念南无阿处如来 南无保身如来 那么把这五方佛的名号 任何一尊念出来 都对对方有很大的帮助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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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讲慈戒的故事 那么在佛陀的时代 有一个专门杀羊的屠夫 叫广儿 他一天要杀二十几只羊 这是他的职业 很可怜 那么有一天 这个广儿早上杀完羊以后 经过树下 刚好看到舍利佛尊者 在跟几位居士 传授八观在戒 来问一下 曾经受过八观在戒 请举手 好还不错 各位这个八观在戒很重要 将来无论如何 还是要受持 这是在家菩萨 一个月六天 或是至少初一十五 要守八戒 然后这个广儿呢 就看到舍利佛 带着一批人在传戒 他也坐下来 没事干 在那边听一听 他想到一天而已 那我今天已经杀完了 那我就一天不再杀一夜了 他就守了一日一夜的八观在戒 后来广儿舍报以后 有人就问佛陀 说佛陀 那个专门杀羊的广儿 现在是不是下地狱了 佛陀说没有